不得了不得了 继暗黑破坏神出手游之后 文明啊 这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出手游了 这个居然视频的风格跟本体的CG是差不多的 一共是7个时期的事件被分为了40个片段 从最久远的公元前2500年 埃及见到世界奇迹大金字塔开始 到公元前490年 希腊人击败波斯人赢得马拉松战役胜利 再到隋党演义中写的花木兰 设定的是在隋宫帝伊宁年间 也就是公元617年 突厥范边花木兰代赴从军征战沙场 然后是1501年 文艺复兴后三节之一的米开朗基罗 创作传奇大理石雕塑 大卫 同一时期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 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航海家去探索未知的地区 像我们所熟知的哥伦布达加玛迪亚士 在其他的星球表面建立科考战 看起来有点像月球 慢慢地实现星际移民 这种浓浓的文明风格的CG 就擅长表现那种人类通过科技探索 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在直面未来的大歌曲 很容易让人看完CG 直接热血沸腾购满游戏 更不用说星泽玛本人都站出来为这个游戏站台背书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冷静 好好地分析一下 文明作为一款端游 究竟有多少元素适合荣进手游中 我不知道你们对文明系列最印象深刻的几个点是什么 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是多文明的对抗 时代的更迭 超强的野蛮人 遍地的奇观 狂丢核弹的和平主义干地 还有超帅的未来时代末日机甲 首先多文明对抗和时代更迭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 因为这是文明系列的核心 你发展得快 就可以迅速地掏出文明的特有部队 甚至是直接拉出军团步兵 而你的敌人可能还在使用落后的弓箭手 或者是碎发火枪 超强的野蛮人 估计会作为入侵的野怪存在 给玩家一些压力 同时也提供一些资源 但肯定是不会像端游里面的神级野蛮人一样猛 分分钟拿下你的城市 至于遍地的奇观 我估计奇观是能造 让你耗费大量的资源和时间 给你提供一些属性加成 就是不知道能造几个 如果太少的话就没意思了 还有狂丢核弹的和平主义干地 这个应该就不会体现了 毕竟有那么一点点敏感 未来时代的末日机甲 这个倒是毫无问题 十有八九也是这个游戏中 最后一个时代的终极兵重 谁先拉出来 谁就无敌的那一种 而且作为一款手游 不知道它会不会保留文明中的各种胜利 统治胜利肯定是有的 那是基本玩法 但文化胜利和宗教胜利会有吗 大概率没有 对吧 最多把科技胜利给它保留下来 哥哥蒙在前方打身打死抢地盘 而后方才疯狂的盘科技 战争优势方可能打赢了战争 但是因为对方先进入了宇宙 而输掉游戏 这样看来文明系列的各种玩法 大部分还真能融进手游里面 就是不知道做的良不良心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官网预约下载体验一下 OK那么这视频我们就先坐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 by bwd6